夜黑雨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静脉通道已建立 患者血压87的544 脉口105 面色苍白 大汗淋漓 2019年6月20号凌晨 湖北省黄石市阳心县人民医院 接收了一名特殊的患者 生命垂危 来 快点注意安全 来 抬高 抬高 乱口道见没见 乱口道见没见 走 小伙子 平稳不信 自己放松 平稳不信 平稳不信 放松 放松 慢慢来 随便上 大殊 放松 随便死了 别紧张 平稳不信 平稳不信 小心 大汗淋漓 还挺不信 国际 农丹 顺利 大汗淋漓 可以 蜜色彰白 當時我就看到那個 分身是血相當危重 肯定對那個生命是要威脅的 身上T恤穿是血 就是胸口這個位置 正好有個刀口 有個衣服過來 有個口子 有個口子 我一看我 我說這個人 這個人搞不好不行 這樣之後 立馬把他就剪到完衣服給剪了 看就是胸口 就怕他抽到心臟了 患者名叫尹文傑 曾服役於武警西藏總隊拉薩支隊 就在七八分鐘前 他在回家途中 發現有人盜竊門口 停放轎車內的財物 在上前制止的過程中 不幸被歹徒連刺五刀 生命垂危 那個刀刺傷的 跟那個心臟的距離 只有兩個分左右 直接進去就靠近心臟 他那個 飛那個刀口跟那個心臟 是相差兩個分左右 特別危險 特別危險 那麼 在短短七八分鐘的時間裡 尹文傑到底經歷了什麼呢 通過這段監控畫面可以看到 凌晨十二點多的陽星街道上 十分安靜 早已沒有了車輛和路人的蹤影 但在這個角落裡 卻出現了三個人激烈搏鬥的情景 他一直在掙扎 然後在掙扎的同時 嘴裡還說 我不是 我沒有 就說這三個字 因為我在抓的時候 邊跑邊喊 抓誰啊 抓誰啊 為了不讓兩名盜賊逃跑 尹文傑用一隻手 已經緊緊扣住了其中的一名高個兒盜賊 就在他準備用另一隻手 控制矮個兒盜賊時 驚險的一幕出現了 之後我把他按倒在地嘛 然後打電話報警 但他同伴也在這個時候過來了 然後掏出了匕首 然後向我衝過來 令尹文傑沒有想到的是 兩名盜賊居然還攜帶著凶器 這讓控制的難度和對抗的危險程度 驟然升高了很多 他臀脈一邊拉著他 然後一邊拉著他 然後對我揮開 面對盜賊瘋狂揮舞過來的凶器 尹文傑顯得十分震驚 憑藉著優秀的體能快速的反應 才讓他躲過致命的一刀 抓住那個高隔的同時 用走步擋了一下 那一刀也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不是擋了那一刀的話 可能就滑到我的脖子 或者是滑到我的 也是滑到胸前這邊 在激烈的搏鬥中 尹文傑小臂重刀受傷 兩名盜賊趁機再次用刀拼命 朝尹文傑的胸口刺去 在反抗的時候 然後那個過程其實也挺快的 可能也就十秒鐘左右 我就看到胸口 就是變紅了 當時我就瞟了那個高隔子一眼 他身上並沒有血 他臉上並沒有血跡 然後我在瞟他臉上過程中 也正好看到了 他手上拿著一把鼻子 一把下刀 然後當時就感覺 背後一陣發癢 雖然身上已經被盜賊連刺了幾刀 但尹文傑並沒有放手的意思 他用一隻手牢牢地控制住高隔子盜賊 這樣的反應狠狠激怒了他的痛苦 讓他的情緒越來越焦躁瘋狂 如果抓到高隔子特別恐懼 你能感覺到他確實特別害怕 一直在尖長 然後也一直在求救 像他的同伴求救 然後他的同伴的反應就是 他同伴一邊在拉著他 然後一邊拿著刀 就揮砍 然後還慢慢地特別生產 好像說要是不放開他 他一定要刺激 特別生產 由於身負重傷 尹文傑已經十分虛弱了 他一面要應對兩名盜賊的瘋狂反擊 同時腦子裡還在計劃著 怎樣才能奪取盜賊手上的兇器 當時我發現我中刀之後 我就看到他手上的刀 然後我的第一想法 就是要把他刀控制住 不能 不然這個確實太危險了 因為我已經受傷了 但是就在尹文傑 他也準備對高個子盜賊 進一步採取制敵措施的時候 另一名盜賊 再次瘋狂地朝他的腿部自去 我當時注意力在高個子身上 想把他盡快控制住 然後想尋求幫助 因為那個 個子畢竟手上有刀 但是我也不想放跑他 所以我就當時把高個子抓住之後 甚至在被他刺到之後 然後我還是在一邊閃躲 一邊也不讓他逃脫掉 此時尹文傑身上 已經被盜賊連刺數刀 鮮血浸透了衣服 體力也幾乎全部耗盡 但只要還沒倒下 他還在硬拼著一口氣 和兩名盜賊周旋 其實當時我是想 奪掉他的鼻射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然後他的同伴也一直在拉著他 一直在拽他 然後我也在拉著 準備把他的那個匕首剁掉 在那個過程中 我慢慢地就感覺體力不支了 感覺胸前的血越來越多了 體力慢慢地不行了 我手就鬆了一下 終於尹文傑耗盡了最後一絲力氣 倒下了 但兩隻手還是緊緊地抓住盜賊 他就倒在地 但是我還沒有放 沒有放 但是那個矮個子 他還是 一邊拉著他的手 一邊就是拿著那刀對我揮砍 我拉著他另外一隻手 然後還是沒有抓過他 被他們兩個 慢慢地我就感覺 越來越沒有力氣了 當時我就 抓著他的手 我已經有一隻腳是跪在地上 跪在地上 但是後面手也就 手上沒有任何力氣了 就被他們跑掉 看著倉皇逃離的兩名盜賊 尹文傑嘗試著起身追趕 但因為失血過多 讓他感覺呼吸越來越急促 呼吸 呼吸 當時也感覺特別急促 特別喘氣 喘得特別嚴重 慢慢地就越來越嚴重 老是感覺那種供養不夠養的那種感覺 當時那會兒就是 看著他們騎摩托車 往那邊走 速度也不快 但是我就看著 我也想上去追 但是 那個時候我就起來 還是想往前跑 但是感覺那個時候 腳上怎麼也有痛感 腳上也絲大大的 我就 那個時候我就發現 我腳上也是受了 受傷 但是我就是看不清了 眼睛看不清了 好 好 身腹重傷的尹文傑 漸漸失去了意識 直到刺耳的警笛聲在耳邊響起 我扶起來的時候就 就是往那邊走 然後後面就沒有意思了 隨時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平穩呼吸 平穩呼吸 放鬆 心情放鬆 堅持一下沒事的 究竟是什麼力量 讓尹文傑在危急時刻 不顧生命安危 與盜賊搏鬥到底 英雄壯舉的背後 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軍事技師正在播出 《退役勇士的壯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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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越來越困難 太多的話 人都會去這個 自息 呼吸災緊 那時候會去生命 第二 它會 肺力沒有吸管 它會再持續地去學 去現在那麼多了 照樣兩塊引擎 對那時候休克 五個小時後 在所有醫護人員的 全力搶救下 終於將尹文傑 從死身的手上 拉了回來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 让退一时关尹文杰 能够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 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呢 2013年 21岁的尹文杰 应征入伍 开启了自己 向往已久的军丽生活 在我看的这个小孩呢 比较阳光 比较帅气 也很精神 所以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你就为什么当兵呢 他说我从小就成军报复 你都愿望 我说当兵可以 但是有好多艰苦的边缘的地区 你愿不去 比如西藏 新疆 他说我都愿意去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尹文杰的这句回答 也在此后的五年的军旅生活中 用刻苦的训练去认真兑现 作为童年兵中年龄相对较大的一个 尹文杰的身体素质明显落后于年轻的战友 但他的拼劲永远是最足的一个 在一队的时候我也挺感觉自己挺精神的高充的 什么事都想成为第一 包括每次训练啊比赛都特别想成为第一 有时候自己几乎永远啊 下次我就心里想 下次有一点 哪一方面都不足 一定要把它捕捉 对 更大捕捉 平常训练因为在新秘年嘛 大家就是遇到一些很难的科目 就像那种倒工之类的 他都是一个人跟着班长先学先做 然后因为我们当时看到就直接往地上倒嘛 就挺怕痛的 他不怕 他骨子里挺不服输 凭借着训练中的优异表现 尹文杰在服役期间 历任战士 一级使官 副班长等职务 因表现突出 曾获得支队嘉奖两次 就在他打算继续卯足了劲 在部队上大干一场的时候 一场意外却突然降临 2017年6月30号 尹文杰在参加支队魔鬼州红蓝 从对抗演习中 为了完成任务 从六米多高的建筑物上 一跃跳下 因此负伤 脚上打了十枚钢钉 被评定为 因攻八级残疾军人 当意外发生后 尹文杰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伤 以后能不能落下病根 而是为不能重新投入到训练 而感到难过 当时我就特别担心 担心如果落下病根 或者说对以后造成影响的话 我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么拼了 这么训练了 那将对我的人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我不得不放弃 这个军人的职业 为了不给战友们脱训练的后腿 尹文杰不得不挥泪 告别了军营 虽然心中有万般不舍 但他相信 只要把军人这份信念放在心中 无论在哪个岗位 都一定能够发挥作用 2018年 尹文杰因公受伤 选择退役回家 离开了自己最热爱的营区 凭着我最后的力气 我都要一直控制住它 我当时就是 没有想太多 当时我没有想太多 我就想 只要我有力气 我还是要把你控制住 因为我多控制你一分钟 多拖住你一分钟 然后就多一分 多一分胜算 他们落网的 他们落网的那个 可能性也就增加了一层 那么对于尹文杰来说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在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呢 要说信念的话 他应该就是一种精神 我们部队传承了一种 军人的精神 坚持不放弃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 当一名解放军 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 阳青这个革命老区 我家里面 我的爷爷是民兵 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的两个舅舅 他们也都是 曾经是军人 所以从小就受着 这种红色交易的影响 自己就特别崇拜 解放军 当时我从新闻上面看到这个情况并不意外 我觉得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还是觉得自己虽然退伍了不是一名军人 但是他看到这个觉得还是跟自己有关系 职责所在 所以他建议荣威 他平时的一些举动 都是蛮正义感的 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有人打劫啊或者什么 他看到的都会去支持 他就是一个很有正恩感 有正义感的人 隐文节的英雄壮举 深深感染着周围的人 许多温暖的问候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分治他来 我是勇敢小蜜蜜 我会开手枪 我是勇敢小蜜蜜 我会扭大 这小孩子真不错 特别可爱 特别聪明 哇 这个精灵可以 黄桃桃 蛤 你平时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游戏啊 解放军游戏 解放军是什么游戏啊 解放军打仗的游戏 那你为什么喜欢解放军呢 因为解放军 流者流汗不流泪 是真正的男子害人 尹文杰不顾生命安危 抢救人民财产的壮举 成为了孩子眼中的铁杆英雄 小朋友用特殊的方式 表达了自己对尹文杰叔叔的敬意 叔叔 我画了两幅画送给你 你好 哇 桃桃你真棒 你画得真好 哇 桃桃你真厉害 这个你画的是什么呀 解放军 解放军 你为什么画解放军给我呢 因为你叔叔也是解放军 哇 这个为什么有很多绿色呢 这个绿色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力量 希望你叔叔快点回复 抓更多的坏蛋 红色的是什么呢 红色的是银桃炸弹 代表武器 希望你叔叔以后保护自己 那上面写的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苏鼠你真 这一个是苏鼠你真勇敢 祝你长日康复 那这个呢 这一个是苏鼠 你也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桃桃 我看你视频上那个敬礼 敬得特别好 特别棒 那我们现在一起敬个礼 好不好 好 好的 听口令啊 来桃桃敬礼 真棒 好的 听口令啊 离病 真棒 特别厉害 在尹文杰的配合下 湖北阳新县警方 迅速抓捕到了 当晚的两名吃刀歹徒 并且成功捣毁了背后的一个 大型盗窃犯罪团伙 当人民遭遇危难之际 总有军人挺身而出的身影 或许你不认识他们 但每一身绿色军装背后 都有着无私的奉献 退役不褪色 不论身处怎样的险境 他们都会履行着军人的职责 用生命和热血 守护着他们热爱的土地 严严酷暑 君娃君嫂进军营 第一次体验特种兵的训练 君娃与君霸之间 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带着对君霸育儿理念的疑惑 在六天六夜的夏令营中 君娃的点滴改变 又会让君嫂有何感想与收获 君师祭时下期播出 我家有个特种兵